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朋友一来二去 他们就让我加入一个美国公司 这个美国公司你先给他买货 然后你再找卖家说是能赚大钱 现在知道那就是一个传销 因为都是朋友嘛 也不好意思 刚来什么也不知道 碍于情面就加入了 因为其他朋友也加入了 大家都加入一起发大财吧 那好吧 人家都加入了 我也不好意思不加入 唯一在付款的时候呢 我跟其他人不同在哪呢 由于我没有美元的现金 我就用信用卡付的买货的款 货呢 很快就从美国寄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退销 怎么找下家啊 是怎么把货卖出去啊 什么也没卖出去 这还好啊 这是从美国传来消息了 是什么呢 就美国司法部啊 认为这个公司有欺诈问题 对他进行了起诉 所以说你在北美 有传销公司呢 有的他还是允许存在的 有的呢 如果认为违法的 这个司法部门就会对他进行起诉 他说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你必须向我交代清楚 你如果不交代清楚的话 我就怎么这么的 这些传销公司早就有准备了 他被起诉以后呢 那就是被美国司法部抓住了 这个把柄了 抓到了他的这个漏洞了 随即呢 他们就宣布倒闭 这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加入这个公司了 已经有很大的财产了 这时候他宣布倒闭以后呢 财产进行清算 可是呢 主要资金呢 已经早被这些这个骗子转移走了 说剩下的资金呢 没有多少 这时候我就问这个 我的信用卡公司 我的钱能拿回来吗 接电话的那边的银行的人 给问明了情况 立即让我呢 把货给退回去 然后呢 将收据引用件发给他 他根据我的这个收据引用件 就把我的货款给要回来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信用卡公司有优先权拿回欠款 那其他人交的呢 都是美金的现金 而且呢 他是都是个别个别的 都是小债主 还款呢 要排在后边 等大债主把那些钱给拿走了 小债主排到后边 那早就没钱了 所以说呢 这一帮朋友里边 只有我把钱给拿回来了 其他人谁也没拿回来 这个欠款 所以说呢 我得到了一个教训 就是说 如果要跟人合伙做生意 一定要问明白 这个公司是个什么公司 不要稀里糊涂 这碍于情面就给加入了 另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能付款呢 最好是用信用卡付 因为这个信用卡付 一个是 信用卡是个大公司 另一个呢 它那里边呢 毕竟还是遵循一些 这个行为准则的 即使是要款的话呢 也是容易要回来的 这是我的经验教训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就讲到这里 太好了 这istors 之后 sl cry 照片 确认 �